哈囉我江江今天來教大家怎麼樣 新手剛下來的時候 這個溫度真的是非常的寒冷 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可以看到雙凍 50度以下就是 每三秒會獲得一層凍結效果 它達到4層的時候會直接死掉 然後寒冷的話 它的那個飽時度體溫會下降 大概是-50到-22.5度 那我目前是恢復正常 那炎熱地區是在這個地圖最左邊這裡 就是這一區 這一區是比較炎熱的地方 這邊是要降溫的 那我今天是要教大家怎麼樣去保持溫度 那剛開始的時候 魔音的部分極地探索 這一塊一定要先解鎖 就恆溫石跟高溫石 這在出去的時候 可能會需要用到高溫石 它解鎖完之後呢 它可以在這個工作台這邊做 等一下喔 它可以做這個恆溫石 20個碎石可以做個恆溫石 然後它可以讓你保持一點溫度 類似像軟短包的概念 然後它 再把這個恆溫石呢 加熱變成高溫石 變成這樣高溫石 然後它需要20個木炭 再把它帶在身上 高溫石 它可以增加10點的抗性 那一開始下來的時候是沒有穿衣服的嘛 所以你要先打這個露 迅露 拿這個迅露皮 做六件衣服 最基本的六件衣服要先做起來 剛開始的六件衣服 就是這邊 這邊 這邊可以選 選露皮 因為剛開始都 什麼都沒有 那我現在是已經有狼皮 有鱷魚皮 鱷魚皮 鱷魚皮就是那種比較炎熱地區用的 所以到時候會有兩件 兩套衣服 一套是雪地 一套是高溫抵抗用的 然後再來是那個食材的部分 食材 沿路可以找到火事果 就是那個紅色 這邊料理要打開 算是第二個吧 第二個 會有鹽烤火刺果 這個抗性可以增加到10點 如果是沒有做這個 直接吃的話是5點 它也有那個羊姜可以提升溫度 基本上如果你一開始的話 六件衣服加上高溫食 再加上這個鹽烤火刺果 基本上這一區 新手區都還算是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游走的 等到你 東期的時候會需要海豹皮 然後 後期的時候會需要熊皮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剛才去這邊刷了鱷魚皮 鱷魚皮在這個 東 東園這裡 海底水下世界那邊 會有這個鱷魚皮 當然如果你有準備一些羽毛啊 或是羽絨之類的 也是可以提早準備一下你的抗性 這樣子你就可以到處去遊走 不會凍死 真的很誇張 你連衣服沒有穿 你在路上只釣個魚啊 或是挖個水砍個樹 馬上就倒了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初級給大家的建議是這樣子 希望你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按讚喔 好嗎